哈喽,大家好,本期视频主要为大家介绍住宅代理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住宅代理 简单来说,住宅代理就是运营商给每个用户的一个真实的身份来访问网络 这些IP的优点就是当我们访问网络的时候,不会背叛定位机器人,不会被阻拦 当然这些的前提是我们所使用的住宅IP是纯净的 所谓纯净的住宅IP就是这个IP只有你一个人在使用,是独享的 如果一个IP被很多人使用,那很容易会被网站检测为机器人而进行阻拦 那我们为什么要使用住宅代理呢? 这和我们的使用场景有关,代理的使用场景有很多 比如一些社交账号的注册,运动鞋代理,抓取一些网站的信息等都会使用到 因为当我们需要抓取大量数据的时候,访问网站的次数是非常庞大的 网站就会把我们的IP加入黑名单 或者我们需要注册一些账号,例如Facebook,YouTube等使用代理可以 帮助我们注册多个账号方便管理 还有一些人在做跨境电商,这就需要代理和指纹浏览器的结合使用啊 市面上也有很多售卖住宅代理的代理商 比如我们视频的背景Lunaproxy是一家价格比较便宜的代理商 这个页面是静态住宅代理,他们含有动态代理,数据中心代理的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关于动态代理和数据中心代理的信息我们下期讲解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